好 那今天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這個味道就是 兼職性膀胱炎 那兼職性膀胱炎它會有什麼症狀 你要看看你有沒有什麼以下的症狀 你有沒有下腹部疼痛或是有頻尿 或是說每次看醫生都說沒有怎麼樣 但是你就是覺得是下腹一直悶痛 然後常常晚上都會一直起來尿尿 甚至說白天的時候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會尿尿 然後可能會影響到你上班啊 或是等等生活等等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那有沒有可能是什麼樣的疾病呢 其實在很多的女生 她可能對我這個兼職性膀胱炎的症狀 但是到底兼職性膀胱炎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看兼職性膀胱炎就是有下腹部的模式 那通常她尿尿裡面是沒有細菌的 所以她不是一般的急性膀胱炎 那晚上的時候會一直起來尿尿 或是說你今天覺得想要尿尿的時候 你就會來不及 或是說一定要去廁所沒有關寒熱 然後你這個尿啊會一直尿 可能一個小時或是甚至不到一個小時 可能半個小時就需要去尿一下 但是你每次尿的尿的量都只有一點點而已 或是說你這個症狀有超過了六個月 那通常在你尿完之後你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當膀胱又有尿的時候你會覺得不舒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兼職性膀胱炎呢 曾經有人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免疫 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是說到底為什麼引發這個兼職性膀胱炎 那她有可能是說可能你曾經膀胱有發炎 所以之後產生這個免疫的改定 或是說你膀胱有受傷之後產生了一個慢性發炎的一個狀況 或是你有一個其實有一個不明原因的一個過敏 譬如說你有什麼乾燥症啊等等的 那也有可能伴隨其他身體的過敏性疾病 或是有可能有一些紅斑性癢瘡啊等等的 那可能是因為你的膀胱的黏膜產生了功能的異常 可能你的黏膜就是比一般人還要脆弱 所以總就來說到底是因為一個哪一個確切的原因造成這個兼職性膀胱炎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那我們要怎麼去診斷它呢 第一個就一定是先有問診 其實問診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會請你記錄你的排尿日誌 因為你有時候會說到底我很頻尿 那頻尿的狀況到底是多頻尿 頻率是多少 還有你排尿的形態已經疼痛的情形 是在解尿完之後疼痛會比較好嗎 還是疼痛都一直持續著 那甚至會幫你練尿做尿爐素的檢查 然後再進一步做一些錄影尿爐物動力學的檢查 然後幫你做這個假離子的測試 那通常兼職膀胱炎的大部分的病人裡面 都會有這個假離子 會我們幫你灌注這個假離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膀胱很刺痛 有點就像是你的傷口 然後去碰到排水一樣 你會覺得很刺痛這樣 那甚至的話我們會進一步做這個麻醉下一個 膀胱進來水擴張的檢查 那水擴張的檢查是什麼呢 它就是在全身麻醉之下 我們會將我們會把膀胱灌滿的水 灌滿這個生理石鹽水 用一個80公分水柱的這個壓力 然後當膀胱灌滿的時候 我們把水放掉 如果膀胱有出現這個膀胱表皮黏膜有過裂的現象 我們就可以診斷為兼職性膀胱炎 有點像是這個圖片上面的 就是有點像是蜘蛛網上狀的一些粗鞋 那如果說你的膀胱有蜘蛛網的話 這個粗鞋點然後甚至有片狀粗鞋 或是有一些黏膜裂的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看就是可以稱作這個兼職性膀胱炎 那兼職性膀胱炎它又是有分成 譬如說潰瘍型跟肥潰瘍型等等的 那我們會再進一步去做這個檢視 那今天在膀胱鏡下面這個膀胱黏膜的變化會有麻雞腫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圖是我們正常的膀胱黏膜 在水放開之後 其實我們膀胱的表屏是不會有什麼粗鞋 也不會有一些像是蜘蛛網的一些流血 但是你看後面第二、第三、第四張的膀胱 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的粗鞋 所以你的膀胱不是說你得了兼職性膀胱炎 那不是也是只有一種型態 它有很多種的型態 還有嚴重程度等等的 那如果說我們得了兼職性膀胱炎要怎麼治療呢 其實第一個第一線的治療通常都是以你 譬如說你生活過期的改變啊 或是你一些壓力的減緩啊 或是控制飲食啊等等的 那我們可以做這個膀胱鏡的水擴張手術去診斷之後 那補了這些譬如說恐怖藥物或是做一些替代醫學啊 或是用一些玻尿酸的灌注等等 那要知道的是兼職性膀胱炎這個東西 它不是治療一次就會好 它是一個慢性的東西 所以它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治療 那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同樣的治療就一定會好 每一個人對兼職性膀胱炎的 它這個治療的感受度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兼職性膀胱炎 你不要都聽隔壁的人 或是你其他病友都做哪些檢查 或是哪些治療 因為你不一定適合 那你也不一定有效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最好的治療 那它的確立依據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所講說 其實我們在膀胱計的水過端術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麻醉下的膀胱容量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說你的膀胱大概是有幾CC 那我們正常人大概就是800到1000 那有沒有可能譬如說你的膀胱在麻醉下已經變得很小 五六百等等的 那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出血程度 出血程度就是剛剛前面的那幾張圖 可以看它在水放掉之後 它這個出血的狀況是多還是少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膀胱有沒有潰瘍 就是一些像片狀的一些出血 那其實在膀胱的出血程度上 我們可以分低到四級 然後在潰瘍上面可以分成有或沒有潰瘍 所以你最後得到你的膀胱進行的這個水波上的報告 會是譬如說你的麻醉下膀胱容量 譬如說是700CC好了 然後你膀胱出血程度譬如說是第一級 那你可能沒有膀胱潰瘍或是你有膀胱潰瘍 所以其實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程度的一個等級 所以堅持性膀胱要怎麼去治療 其實剛剛前面講了那麼多要怎麼去治療 其實在治療來說這個就是一個很慢性的問題 所以這個很慢性的問題不是說今天我長了石頭 去把石頭移出 那它這個問題就解決 這個有點就像是高血壓糖尿病 你必須要跟它共存 那也要一步一步來 所以這種東西它其實需要耐心的治療 那生活型態其實是最重要的 很多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如果說你罹患了堅持性膀胱炎 大部分的人都會比較焦慮 比較緊張比較憂鬱 其實也有很多研究去發現說 其實你心裡的狀況 譬如說你特別的憂鬱特別的焦慮 那你也會讓這個堅持性膀胱炎的症狀 更加的被活化 然後你會更不舒服 所以其實你身邊的人 跟你愛人的支持是很重要 那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因為很多人他到最後他已經放棄了 所以放棄他的心情就會很沮喪 那也不做任何的治療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惡性循環 下其實你的膀胱不會好 你的心情也不會好 那你整個人身體心理功能 社會的狀況也不會好 所以就會變成你會越來越放棄自己 所以其實只要規則接受治療 你都一定會好轉 但是這個規則你要給他你自己的時間 通常都是最少需要半年到一年 甚至更久 所以啊 兼職性膀胱炎 他這個生活習慣跟飲食控制 他是最主要 最主首要的 那我們要有規律的作息 然後也要避免做比較憂鬱啊 或是比較焦慮的一個心情 那我們可以適度的參與一些心理諮商 譬如說那些心理師會教你這種放鬆的技巧啊 或是讓你面對你自己的壓力來源啊 去正視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尋找一些病友團體的支持 但是就是說病友大家之間也不要太過於說 譬如說這個病友有做什麼治療 你就一定非做不可 因為其實同樣的治療 對你跟他其實治療的效果都不一樣 那一定要有固定的醫師就證 因為很多人他們就是會可能 今天這個醫生他看了沒有效 或是他可能只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他覺得沒有效他就換了另一個醫生 但是這個兼職性膀胱炎他是慢性的 所以他不是說你治療一次就會好 所以就是不要說今天這個來治療一次 沒效下次又換另一個 所以其實這樣子治療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效果 你固定一個醫師 那給他治療一段時間看看 說不定你的膀胱就會再更好一點 那可以做一些耳瑜伽或是冥想啊 反正就是讓這個心理 心理可以再安定一點點 讓自己的情緒不要去太影響到你的膀胱 要注意的是就是兼職性膀胱炎的病友 其實他比較特別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在做那個露營內容功力學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灌入這個甲利子 那甲利子你就可以去想像說 你今天有一個手上有一個傷口 你今天是碰到了鹽水去海水 你就會覺得很刺痛 那我們的膀胱也就是等於這樣子 我們膀胱是非常的敏感脆弱的 所以我們吃到有這個甲利子這個水果 可能就會讓你的膀胱覺得很刺痛很不舒服 我們就會更加重的平尿等等 那什麼是甲利子高的水果 其實如果說你要看這個表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又不能吃 那我們的大方向就是你 就是盡量不要吃黃色的食物 什麼是黃色的食物 就可能是香蕉、橘子、柳丁等等的 他甲利子可能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有一些比較特別像葡萄那些 他甲利子也是很高的 其實你只要注意這個大方向就可以了 如果要再旅行的話 會發現說其實很多堅持性膀胱炎的病友 到最後都已經不敢出門 然後甚至說也不敢出去社交沒有朋友 那我剛剛講一直在重複的講說 其實心理是很重要的 對這個堅持性膀胱炎是非常主要的影響 所以還是可以去旅行 但是你必須要做好一個配套措施 譬如說你可以盡量就是開車自己開車 或是說你如果要坐飛機 那你可以定義譬如說不要太久的旅程啊 然後或是說你靠走道 或是說你開車你可以先規劃好路線啊 就是有沒有什麼加油站 讓你可以去上廁所等等的 那盡量就是不要太高峰時期 因為高峰時期一個人多 沒有位置塞車你會覺得緊張 那也沒有地方上廁所你會更緊張 那這樣子讓你整個心情就是更焦慮更緊張 其實對你的身體也不是很好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說它其實沒有一個特效藥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去說 兼職天膀胱炎的病人哪一種治療 對所有的病人都有效 那目前為止的話 只要對你覺得有改善的治療 其實對你是最好的治療 所以沒有說什麼別人要做什麼治療 你就一定要非做不可 說不定你對這個治療沒有效也有可能 所以它其實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你沒有找到遺食 或是說你就放棄它了 或是說你今天這個醫生看了一次 下次醫生再看了一次 你永遠都得不到答案也得不到治療 那你根本就沒有得到一個有效 或是一個固定療程的治療 其實你的膀胱炎也不會好 所以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接受這個治療 那只要規則接受治療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做的PRP 你就是要規則來個譬如說四次等等的 那遵循這個規則的治療 其實你症狀一定會變好 只是說變好的程度是非常好 還是還好 有什麼一點點改善等等的 那心情的變化 譬如說你很焦慮 或是你很憂鬱 你特別容易緊張 或是你特別就是容易想很多等等的 其實這種這種的情緒 或是這種人格都會影響到這個 兼職性膀胱炎的治療的效果 所以這個疾病它是需要 不是說只是單純吃藥就好 也不是說只有開刀就好 它其實是一個很需要全方位去努力的一個疾病 所以除了接受規則的一個這個醫療的治療 其實心理的健康 讓心理得到安定 或是家庭的支持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